修过眉嘛 剃过胡须 但是你有没有修过鼻毛呢 就是这个鼻毛 今天我们就来开箱一款非常有意思的一款修鼻毛的工具 就是这个电动修鼻毛器 非常的奇葩 居然还有修鼻毛的工具 太有意思了 我们来开开看一下到底长什么样子 就是这么一根黑黑的 长得非常像一颗大号的药丸 有没有 把它的盖子打开 这个银白色的就是它的修剪器的头部 它是加电源的 一节AA电池的话 可以用三到七个远 非常的耐心 我们来打开开关看一下 有没有听到马达的声音 嗯 频率非常高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震感 它整体的做工还算可以 摸起来非常光滑 它的刀头呢 这边是不修钢材料 刀片在里面内部 我们在修剪的时候 不用担心手碰到这里会被割伤 不会伤及我们的手指或者鼻腔 打开开关 里面的刀片就进行了360度的高速旋转 它的动力是8000转高速电击 35扭矩满力 快速修剪多余的鼻毛 不卡顿 具体怎么一个使用方法呢 给大家演示一下 打开开关 把它放进你鼻毛很多的鼻腔里面 咕咕咕 就会听到鼻毛被切割的声音 不过有点痒 有点像大喷嚏的感觉 换个鼻腔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里面的多余的鼻毛给修剪掉 就跟我们剃头发一样 其实它非常安全 不用担心它会割到鼻腔里面的肉 它是有保护装置的 也就是说它整个过程就像我们理发师 给我们理发嘖嘖嘖的同声音 就只是一点毛发被切割的声音 其他什么都没有 甚至还有点痒痒的 非常舒服 修剪完之后呢 它的刀头也是可以拆卸下来的 进行清洗 我们只要这样把它拧开 看到没有 刀头下来 里面的刀片可以取出来 这就是它的刀片 非常的细小吧 有四片刀片 可以进行水洗 洗完之后再把它给放进去 再装上 拧紧就完成了 就可以再次使用 整个过程非常简单 携带也很方便 鼻毛不多 也会影响人的一个外观 绝对不能让鼻毛来破坏颜值啊 所以说可以试试这款电动鼻毛修剪器 老少皆宜 你会喜欢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是们 麻烦给我点个赞加关注 如果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或者有什么新奇的东西 想推荐给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